主席开不开心 毕竟69个小时的马拉松征讯 柯文哲凌晨被法官裁定 无保请回 终于可以离开北检 而守护在外的小草门 看到阿贝欢声雷动 柯文哲面色铁青 看起来有些疲惫 面对检联周五早上缤纷多路 搜索住家党部和办公室 柯文哲尽管躲过羁押 重获自由 对检联可视满满怒火 原本外界以为柯文哲 在三天三夜的讯问下 被羁押的可能性相当高 结果无保赤回 守候在北检外头的妻子陈佩琪 听到消息当场飙累 王珊珊上前抱住陈佩琪 支持群众也情绪激动 陈佩琪看到柯文哲当下 露出久违的笑容 接着紧靠胸膛 似乎不舍先生连日来的委屈 其实从柯文哲被带进北检的第一天 陈佩琪就在场外向小草喊话 陈佩琪大声喊员 泪水跟着流下 而馆长陈志涵来声援 也搬出柯妈妈大打背琴牌 柯文哲妹妹柯美兰 周六低调现身北检门口 用行动力挺哥哥 还在脸书发文 称台湾民主已死 哥哥柯文哲是第一个牺牲的烈士 小草门包围北检门口烈日下抗争 说相信柯文哲清白 而党内重要干部和立委 则轮番发表演说 在整个司法的程序上面 能够给柯文哲主席 一个最基本的公道 所有的进选经费都用在选务上面 没有一块钱是被A准的 民众党诉诸司法政治迫害 但柯文哲无保请回 则是这么说 柯文哲在支持者作用下 看似亡者归来 但北检将提起抗告 肯定还有硬仗要面对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